众所周知,以色列这几年和周边的效果矛盾也特别多,时至今日以军和巴斯坦民众的关系仍然非常紧张,一直处于口水战中。 这让相关领导人备受压力,即便如此,以军也没有对群众展开攻击。 这段时间,以军不再置之不理,经过一番商讨后,以军决定对哈马斯展开攻击,以军除了用空袭的办法外,还用大量的武器轰炸加杀境内的哨所,致使哈马斯损失惨重,多名成员伤亡。 对此,哈马斯不甘心,扬言要让报复以军。 据相关媒体报道,近日以境内多处地方,遭受到了大量炮弹的攻击,随即以军出动了大量战机攻击哈马斯。 哈马斯被击毁了十多个目标,以军对外声称有将近70多枚导弹直接击中目标。 后来经过检验发现有些没有爆炸的导弹上面有伊朗的标志,这也不免会怀疑伊朗正是这件事情的主谋。 不过哈马斯也不赖,制作的导弹战斗力非常强,不仅具备了很强的机动性,而且速度非常快。 最近,以色列把重心都放在哈马斯上,对于叙利亚境内的伊朗武装打击减少了,然而近段时间机场的伊朗货鸡,俄去联军把矛头转向机场,就是为了保护伊朗武装,看来哈马斯是不会上罢甘休的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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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